各位亲爱的家人 大家好 好 我们继续来探讨道德经里面的智慧与应用 我们要体会道是什么 要了解道的特征特性 进一步我们才有办法来具体学习 你要见贤诗旗 你必须知道它有什么特征特性 可以让我们学习 所以今天这两堂会偏重在 让大家进一步了解道的特征特性 这一次的重点主要会放在 何谓二元对立 何谓超越二元对立 这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在这个世界上 我看古今中外的那些著作 古今中外有留下来的这些圣典 经典 能够讲到超越二元对立的 少之又少 在中国就是道德经有讲到这一部分 在印度就是释迦摩尼讲到空那一部分 这是佛教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境界 空 那才有讲到超越二元对立 所以大家要了解 所有的超越二元对立 这是宇宙 也是地球上最高智慧的呈现 千万不要以为很容易 不是这样 翻开人类的历史 像我们以前学习成长的过程 也会读中国的各种历史 包括宗教史也好 或是地理历史 古代史 近代史 现代史 都有 还有外国的 国际间的 世界的历史 我们也都去研习 但是翻开人类的历史去看看 人类的历史竟然是一部什么 人类的历史竟然是一部战争史 这是很悲哀的现象 人类竟然是透过不断的战争 在厮杀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人类处在这个地球上 基本上的思维 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架构上 用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运作 那只要是用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运作 小单位就有小单位的冲突 它会从小单位的冲突 逐渐扩大扩大 小单位的冲突 大单位的冲突 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 还有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 都是因为二元对立的观念所形成 那这是一个 从一个小家庭到大社会 到国家到全球 都是这样 所以 人类是用习以为常 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运作 那能够讲到引领人类超越 这个二元对立的 古今中外的 包括各种宗教 或是那些圣者所留下的经典 并不多 并不多 所以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要清楚了解 什么叫做二元对立 那二元对立它的后果是怎么样 大家要清楚了解 然后了解到法界大自然 它的特征特性又是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从错误之中去校正 我们才会知道说 怎么样校正我们那些不正确的观念 现在请大家看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 失恶矣 皆知善知为善 失不善矣 故有无相生 难亦相成 长短相行 高下相情 因生相合 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由 为而不适 公乘而扶居 夫尾扶居 事已不去 这一章 有很多的重点 后半的重点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现在重点 我们要来剖析 前面所讲的 为什么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失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 失不善矣 很多的解释 都没有解释到 里面真正的深意 这方面也很多人会困惑 觉得你这个不实际 为什么我们知道美 那就变成恶呢 为什么天下人知道 善恶 那这样不好呢 而我们 长辈 师长 不是都告诉我们吗 我们要分辨 是非 好坏 善恶 对错 我们要做好人 我们要做正义之师 做正人君子 我们要追求美的 这样有什么不对 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你老子要这样讲 所以 这一段话 很多人没办法理解 包括研究老子道德经的人 也很多人没办法 真正理解里面的意思 然后就凭着我们个人的一些想象 去推理 去解释 用从文字上去解释 真的 这一段不容易理解 同样发生在基督教 天主教的世界里 圣经里面 有一段话 圣经里面 在前面而已 创世纪 好像创世纪那一章 就有一段话 在里面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 那个记录 圣经里面的记录说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 然后创造了亚当夏娃 还有很多的果树 让他们生活在伊甸园 但是上帝跟亚当夏娃 跟他们交代 圆里面的 你们这个庭园就是 伊甸园就是天堂 极乐世界 他说 你们在这里面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 你各种果实 各种食物 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有一种食物 你们不可以吃 有一种果 你们不可以吃 那圣经里面有记录 上帝跟他们交代 就是 那一种 分辨 是非善恶的果 你们不可以吃 分辨 是非善恶的果 你们不可以吃 如果你们吃了这个 所谓的禁果 就要把你们驱逐出 天堂 净土 圣经里面真的有这样的记录 所以 两千年来 基督教 天主教的世界里面 对这方面就变成一个解不开的公案 解不开的谜 一般人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上帝会这样交代 交代我们的老祖宗 说 你不可以吃那个 分辨是非善恶好坏的那个果 如果你吃了那个果之后 就会把你驱逐出去 一般人 没办法理解 所以他就形成 两千年来的 基督教 天主教的悬案 公案 我们有一位学员 他本来 他是属于 基督教的牧师 他是资深的牧师 而且他的资历 又是来到培育牧师 也就是说 不是普通的老师 他又是在训练老师的老师 所以他是 自身的牧师级的牧师 那后来因为他不断的要去探讨 求真求证 所以他觉得在那个世界里面 他没办法找到他所要的 好不好 我们是不去论断 并不是说那个宗教好不好 而是他个人觉得 在那里面 他没办法找到 他真正那心里面的困惑 疑解 结果呢 他就转向 佛教 去探讨 去追求 那又他又在佛门里面 各大宗派里面 又在 都不断地在学 在绕 也缴了很多学会 但是他后来他说 他几乎快要放弃 几乎快要放弃 后来有因缘 他在佛门里面 又是接触了至少十五年 至少十五年 绕过很多的宗派宗教 那他后来接触到 我们所讲的那些资料之后 他很震撼 他一生 用很多心血去追寻的 竟然在我们讲的资料里面 课程里面 都一一地解开 他内心的疑解 那有一次 他听课程 听到说 你竟然 空海你竟然要讲 有关于上帝这方面的事情 讲有关于圣经方面的事情 他就很惊讶 他觉得 这是我的老本行 你今天 你竟然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好 以前很多方面 我抓不出你的毛病 那这一次总算 我应该可以逮到你的毛病 以前你讲的都是 讲的那些合乎科学的 我抓不出你的毛病 我现在应该可以逮到 因为这是我的老板行 那你也不是什么牧师神户 你根本 根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他觉得 他这下 好 我吸耳恭听 我准备抓出你的漏洞出来 因为这是我的专场 我是专家 结果他听听听 听到我解析 有关于前面圣经里面讲的这一段话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体会 怎么样了解里面的深意 他听过之后 他一方面很震撼 一方面他觉得 终于两千年来 悬而不绝的公案 我们简单的几句话 把它解析开了 他很震撼 以前弄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从道德经 我们解析道德经里面 他去体会到 原来是这回事 道德经里面的第二章 前面的这两句话 刚好可以解开 圣经里面的那个 遗解 不是圣经本身有问题 而是 他这样的记录 很多人不了解 为什么 包括很多人 看道德经 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解析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施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 施不善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这里所讲的是 一般人 是从自我的立场出发 去界定 所谓的是非好坏 善恶 没仇 但是在大自然里面 在道里面 在法界里面 是外向有区别 有区分 但是没有人类贴上去的 那些虚妄分别心的标签 花有大有小 本来 对 是有大有小 但是人类却会贴上 大的花才漂亮 才好 才美 那个小的花 是不好 是丑的 那个是野草 那个是要把它烧掉的 人类这样的分别 就在一体的世界 完美完整的世界里面 人类却把它切割开来 划分的四分五列 让这个整个的完美的世界 完整的世界 变成为不断的 施杀 冲突 对立 所以并不是说 上帝把亚当笑话赶出去 而是那是一个形容 是说 如果你起了那些 虚望分别之后 你就会制造了很多的对立冲突 那你的人生会从和谐的世界 落入冲突 对立不断的世界 这就是你从原来可以很温馨 很祥和 很和谐的世界 你就落入了苦海 不是别人把你赶出去 而是我们的虚望分别心 让我们从天堂落入苦海里面 从和谐落入冲突对立 所以老子就跟我们讲 如果我们起了那些虚望的分别心 在那里立什么标准 然后这个叫做美 那个这是丑 这是好 那是坏 这是对 那是错 这是善 那是恶 你用自我去界定的话 那这个世界 这个和谐的世界 完整的世界 就被人类把它切割的 切割的四分五裂 你就会活在很狭窄的世界 冲突对立不断的世界 这样就形成苦 而且这个社会 家庭里面也会冲突 社会也会有很多的冲突 很多人会自认为 我就是好人 别人 我看不顺的那个人 就是坏人 我是正义之师 别人是邪魔 恶大 他会把自己标榜为 我就是对的 我就是善的 我就是好的 那个跟我对立的人 没有捧我肠的人 还在那里批评我的人 就是坏人 真正很多为他好的人 会被他认为那是坏人 真正很多在帮助我们的人 会被他瞧不起 帮你在抬教的人 你认为我高高在上 你们这些教夫 你们这是业障深重 才当教夫 那一种虚妄分别心之后 你的世界 你的内心形成很丑 你把世界也变成为很丑 但是当事人不知道 从自我出发去界定 就会这样 所以你会把一个真正的净土 真正美好的世界 会变成为很丑陋的世界 所以老子就跟我们讲 天下人皆知美之为美 施恶矣 这个不是好事 因为那是会形成 很多的虚妄分别 很多的冲突对立 皆知善之为善 施不善矣 别人的行为这样做 你就去界定 你这样是恶的 这样是不应该的 那你看 往往这个之间 我们很容易形成 我们跟众生在 制造敌人 制造对立 为什么别人不结婚 你就认为别人这样不行 为什么别人 就是不谈恋爱 你也认为这样不行 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多的标准 去界定别人 这样不好 那样不对 这样不应该 人常常很喜欢 用我们的自我标准 去界定别人 那当事人被我们界定的人 他内心浮不浮 不浮的 他不服的 那我们从外表去看别人这样作为 认为你这样不应该 这样不好 这样不对 去责备别人 但是当事人 他不觉得我这样不对 不觉得我这样不应该 我的作为 为什么你要来论断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就这样 不断地酝酿 不断地累积 包括家庭里面 小孩子很多的作为 不符合父母亲的 原先预设的框框 小孩子的行为 本质上 我们讲本质上 并没有错 并没有坏 他只是不符合 父母亲的预设立场 父母亲就认为 你这样做不对 这样做不应该 你这样做不孝顺 结果让纯真的小孩子 他变成为要去调整 甚至慢慢去挤压挤压 然后变成要符合父母亲的 那个框框 所以为什么亲子之间 会有很多的代沟冲突 都是因为这样 那也许有的人 就会起怀疑了 那难道这个世间 就没有是非好坏善恶吗 会不会这样的质疑 会不会 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对这方面 还要对大家 要有个交代 请问 我在讲课的过程中 突然 中间拿水上来喝 你说哑观不哑观 没感觉 你是不是麻木 我这样 突然拿水起来喝 这样好看不好看 好看 才怪 不要巴结 如果你觉得不好看 你就把中间这一段剪掉 如果我们制作的人没有把它剪掉 你遇到这一段 请你就把它停掉 把它跳过去 如果你不喜欢看的话 你就把它跳过去 OK 不要去论断说 空海这个人 他在讲经里面 然后他突然喝水 这个不应该 这个不哑观 这个没有接受什么 严格训练 我们心目中的偶像 他整堂课 他都不会喝水的 众生在心里面 我们都有很多 我们的预设立场 有很多我们的药 有很多我们的框框 我们常常拿着我们的框框 去套别人 只要别人不符合我们的预设立场 我们就认为别人是错的 不应该的 更严重的就是认为别人是坏人 给自己制造很多问题麻烦 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有看到吗 所以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就是这样 本来我们可以过得很清闲 可以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可以过得很温馨 很和谐 但是人那个自我 常常就是不甘寂寞 在没事的世界里面 就要 惹是生非 在温馨和谐的世界 他就要制造很多的冲突 对立 这样才显现出我的存在价值 我要显现出我的正义感 才能够让人家知道 我存在多么重要 但是要知道 这就是制造苦海 制造冲突 对立 家庭里面的冲突 也是如此 小单位的冲突 大单位的冲突 只是表象不一样而已 本质都一样 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冲突 也是这样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要了解一点 那到底这个事件 有没有是非好坏善恶 有没有 有 那有 那跟我们去界定别人 是非好坏善恶 有没有相同 不相同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我们用个人的标准 去界定别人的 是非好坏善恶对错 这是一回事 这是我们个人的标准 去界定 当事人 不服的 因为他觉得 我的言行 我的作为 不是你所想的这样 你误解我 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根本不了解我 好 那 实质上 实质上 是有 是非好坏善恶对错 实质上 是有 但是要知道 实质上 那是每个人的作为 他呈现出来的 是非好坏善恶 他自然有 他的因果律 因果律 这是宇宙的法则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你种善因 就会得善果 你要怎么收获 你就怎么播种 你播种善因 得善果 播种恶因 就得恶果 你种玉米 几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丰收玉米 你种的是稻米 几个月之后 他就丰收稻米 你种的是苹果 两三年之后 你就可以有苹果 可以收获 这个叫做因果 那如果你懒惰 懈怠 不耕种 好吃懒做 那你后果就是 贫困 贫穷 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或是 要去看人脸色 这个是因果 所以是有因果 那我们为什么 不让每个人 让他自己的作为 让他自己负责呢 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 你不要去界定别人 但并不是说 他去杀人放火 那就不是坏事 他杀人放火 要知道 这个是有他的因果 实质上 他做出来去伤害别人 这是恶的 不好的 但他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他做恶之后 他跟众生结恶元 他的人生就会越苦 所以我们要了解 一个人行为实质上的 是非好坏 善恶对错 我们让每个人 他去自我负责 那我们不要从别人的行为 外表就去论断 就去界定别人 包括看到有人在同性恋 进行同性恋 那你就用很高的道德标准 那是不应该的 那是违背伦场伦理 好 你很有正义感 但是你有没有去看到当事人 他们的情况 他们的需要 你有没有尊重他们的选择 如果以空海而言 好够看到通性恋的人 我不去论断说 你们这样应该或不应该 好或不好 我只能够说 尊重你们的选择 尊重你们的选择 包括一般世俗家庭婚姻 相处几年之后 如果他觉得处不来 他要离婚 那离婚 我会劝你三思 慎重考虑 但不会跟你讲 你绝对不可以这样 绝对不可以那样 顶多我提供意见 让你参考 但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每个人 他的作为 我们要尊重 我们也希望 大家能够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你做什么 我们来选择 选择之后 我们为我们的选择来负责 如果你本身能够这样的话 那我们自然会尊重 每个人的作为跟选择 尊重非常重要 不要虚妄的下论断 因为虚妄的下论断 就是很容易制造冲突 对立 痛苦 而会一直形成在 恶性的循环里面 你这样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这样来对待你 然后彼此进一步进入到 恩恩怨怨 没完没了的世界里面 纠缠不清 所以我们要提升上来 老子希望我们提升上来 不要用自我去界定别人 现在 再请大家看 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傲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每言可以侍尊 每行可以家人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顾立天子 至三公 虽有拱必以先士马 不如坐尽此道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 不曰求以德 有罪以人也 故为天下贵 哇 这个每一句都非常棒 都非常好 真的是非常高的智慧 我很佩服老子 就是 他竟然能够讲出 那个超越二元 对立的 智慧出来 他把大自然 宇宙 法界 道的特征特性 这么清楚 具体的描述出来 我很震撼 脸佩服他 好 我们现在来挖宝 我们要学的 就是学这种高等的智慧 来 重点 这三段 这三句话 我们现在来看 道者万物之傲 这个前面 我们有 都已经陆续有讲过了 这里就是说 道 老子所讲的道 这个道就是万物 万有一切的总源头 这个奥就是它的总源头 道是万物的总源头 万物生命的来源 源头 这个道它呈现出来的特征特性 是怎么样呢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这一句话 如果你没有超越 二元对立那一种观念的话 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道 它是善人的宝 为什么不善人 也要保护它 为什么道 也在保护不善之人 如果你没有从实相去看的话 没有看到大自然 它呈现出来这个实相的话 真的 你很不容易了解 老子道德经 它的深奥就在这里 你文字每一字 你看起来好像都看得懂 但是它里面的深意 很多人就是会反映 没有真正看懂 里面的深意 或是里面讲的很多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的言行 那个言行出来 与道德经里面所记录出来的 这一种词句 那跟一般世间人 习以为常的这一种思维层次 是很大不一样的 后面我们都还会陆续再解析开来 你如果不了解 没有从实相去看的话 你真的它里面很多的词句 跟一般人的那种 习以为常的运作思维方式 有180度相反 那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那你就会觉得 那个不切实际 那谈空缩选 不是这样 老子讲的都是高等智慧的实相 我们再看第三段 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 老子又再强调一次 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 这个都是在破除我们那些二元对立的心 破除我们那些虚妄分别心 因为 虚妄分别心 我讲虚妄分别心 虚妄就是 你的分别是非好坏三恶 是建立在虚妄的认知 错误的认知 观念之间不正确的情况之下 你所做的论断 叫做虚妄分别 那这个虚妄跟真实 也就是说跟真理实相 是有很大落差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并不是说 道理一遍没有是非好坏 没有善恶 不是这样 而是说 我们所用的虚妄分别的话 你就会把生命变得很丑 把这个世间变成冲突对立不断 那老子希望我们 你要学到高等的智慧 你要超越跳脱出那种 过去习以为常的观念认知论断 你要去看到 法界大自然呈现出来的是 超越所有二元对立的 所以第二段 第二句这里就提到 道那是善人之宝 也是不善人之所宝 为什么 善人之宝 大家比较容易体会 我们先讲这一句话 因为一个人体会到 道的奥妙 你会了解 原来道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原来道是我们的天地父母 那这时候你就会像一个小孩子 流浪 找不到父母亲的小孩子 他终于回到家了 被父母亲找到了 他回到家了 那种回到家 回到父母亲怀抱的小孩子 那种情况他会很喜悦 很快乐 很安心 对 如果你真的认识到道 找到道 那你会很快乐 很安心 很喜悦 也就是说 这时候你会 就像得到很多宝的人 世间的荣华富贵 世间的金银财宝 跟你所得到这些宝 不能比 所以叫做善人之宝 道是善人之宝 那好无常识 好无隐藏的 都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问题是 你能不能得到它 那就看大家 你有没有去认出 有没有开启 法言 智慧言 你能不能去认识道 如果你能够逐渐认出来 那你就能够逐渐得到道 而且得到很多的宝 与道合一 好 所以道是善人之宝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那为什么说道是不善人之所宝 要知道 这里所讲的不善人之所宝 这个不善人 我们分成两方面 第一个 最主要要破除的是 我们从自我出发去 你界定别人是坏人 那你要知道 你界定别人是坏人的那些人 有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里面还会诛咒 你要不得好死 你会得到天打雷批 你会横死 你会怎么样 我们会去诛咒别人 各位可能多少都有犯过 我们恨得哑痒痒的那些人 我们就希望他 你赶快找死 你会得到报应 你会得到天打雷批 但是要知道 那个坏 我们认为的坏人 他是真正的坏人吗 是不是 不是 你问对方 如果说我是一个客观的第三者 你们认为他是坏人 你讲出很多的理由说他是多坏 好 那我去问他 人家说你多坏 你是坏人 你承认吗 我死也不承认 对方才是多么可恶 对方那么坏 会这样 所以第一个老子要破除我们 你认为的坏人 未必是真的坏人 好 你认为对方是坏人 你希望他早点死掉 但是偏偏老天爷 还是一样平等的对待 太阳 还是一样平等的对待 空气 还是平等的 让大家呼吸 土地 还是一样平等的让 大家奔跑 这个就是天地父母 一样 你认为的坏人 天地父母还是一样 平等的爱护 照顾他 保护他 甚至有的你恨得牙痒痒 想要伤害他 天地父母还是保护他 有时候给他有个藏身之地 不善人之所保 并不是老天爷 天地父母专门包庇坏人 不是这样 而是那个坏 是因为我们虚妄分别心 去把它制造出来 去对立出来的 老子希望我们 希望我们 要把这方面的 虚妄分别心 要粉碎掉 你要去看到 法界是这么的 无我无私 没有任何偏袒的 苦爱一切众生 我们能不能 学到这方面的大爱 好 再来 刚才讲说不善人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我们向人家界定的 第二种 它是真的 就是去杀人放火 造很多的坏事 这方面的人 社会上会有法律的约束 会要制裁这方面的人 不错 但是你要知道 像这方面的人 我现在用大家 比较容易理解的 这个天地父母 就好像我们现在 把它缩小到 一般家庭的父母 父母亲遇到 我家中有这样一个叛逆的小孩子 去杀人放火的小孩子 为人父母会很伤心 我可以了解 会很伤心 很痛心 很失望 甚至在生气的时候 也会诸咒 会骂 如果早知道的话 当初就不要把你生出来 但是早知道 那已经太慢了 小孩子 他很多的言行 行为 让父母亲很伤心 但是要知道 那这个小孩子 只要他愿意改过向善 愿意让子回头 父母亲会不会给他们机会 会的 父母亲总是会设法 一次一次给他机会 让他可以改过向善的机会 很多人在社会 犯了刑造了恶 犯了刑伤了人 那到监狱里面一样 辅导的师长也会设法 让大家可以有因缘 可以改过向善 可以逐渐的好起来 所以面对这样 做很多恶事的人 道还是一样 保护你 给你有成长的机会 给你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给你有成长的空间 我们在做很多人为人父母 如果家中有这样的小孩子 叛逆的小孩子 大家就可以体会 我们总是会希望小孩子 给小孩子机会 希望他能够改过向善 还是会保护他 爱护他 从中再透过各种因缘 来启发他 协助他成长 所以大家可以体会 为什么不善人之所保 道还是一样 爱护他 保护他 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 所以要知道 在法界大自然里面 再坏的人 法界还是包容他 爱护他 给他有痛苦的经验之后 能够从痛苦之中 有机会去体悟 去成长 这是真正造恶的人 很多本身不是坏的人 而是被我们界定的人 被我们一般用自我去界定的坏 法界一样 是平等的爱护 平等的呵护 所以你认为不善的人 人之不善 法界不会遗弃他 不会抛弃他 好 就算你这个小孩子 被从家庭里面 把他赶出去 甩出去 好 他被赶离出家庭之后 法界大自然 还是给他有生存的空间 他赶出家 他就算流浪到公园 公园还是天地父母的家 天地父母还是爱护他 给他可以存活 这就是天地父母的大爱 你把他赶出去 天地父母还是要给他机会 爱护他 没有遗弃他 好 那就算 一个人他因缘禁 命中死亡的时候 家人把他抬出去 法界还是一样 爱护他 让他安息 这就是天地父母的大爱 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 OK 好 穆 谢谢大家